九合一大選結束後 重新洗牌的高雄市議會 即將在12月25日宣示就職 隨後即將展開正副議長選舉 在藍綠兩黨都會過半的情況下 各有各自算盤 在議長選舉前夕 民進黨確定由前議長康育成 出馬角逐本屆議長寶座 大家特別要感謝 我們民主進步黨施黨部的協調 那我們決定由康育成同志 代表民主進步黨 來角逐這一次的議長選舉 在這裡最要感謝的是我們鄭光峰議員 他可以說是我們黨內非常優秀的同志 過去不管在議會 五屆的議員 專業的表現 也受到社會大眾高度的肯定 陳其邁感謝鄭光峰在民進黨最艱困的時候 做出對民進黨團結最有力的決定 而在協調後退出角逐議長寶座的鄭光峰表示 這次議員選舉民進黨為國辦 在關鍵時刻以慎選為原則 全力支持康育成角逐議長 飲水思遠我才有今天 所以以聖選為原則我幾經考量 一定要以聖選為原則才能夠符合外界的期待 所以我今天在這個特別的觀念時候 我們在這今天昨天這兩天很肯切的這樣的交換意見之後 我們推出康育成議長 我想他的能力還有他的格局 都是未來能夠跟陳其邁市長攜手合作 代表民進黨角逐高雄市議長的康育成 除了讚揚六屆議員的鄭光峰 是公都盟評鑑的優秀議員外 也承諾將以過去議長的經驗協助陳其邁建設高雄 鄭光峰議員是我敬重的議員 我將全力的爭取明天議長的選舉 希望明天議長的選舉能夠得勝 展現民進黨團結的氣勢以外 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我願意用過去我擔任議長的經驗 結合黨內同志的一起的力量 在後面協助我們陳其邁市長 讓高雄邁向更好的未來 而在綠營議長人選底定之際 國民黨卻傳出原先代表出戰的陸淑美 發表聲明退出這次高雄市議長選舉 也讓這次藍綠都會過半的高雄市議長之爭 更添想像空間 記者潘志光高雄報導 國民黨協助我 請大家 Bloomberg elegant 上期覧